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这些烦恼往往深藏心底 难以对外人道 当我们向别人诉说时 可能会希望得到安慰和支持 但现实却不总是如此 报喜不报忧 这是一种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方式 我们的烦恼 很多时候是别人无法真正理解或解决的 他们可能出于好意 给予我们建议或意见 但这些建议未必能解决问题 反而有时会增加我们的困扰 更糟的是 一些人会因为我们的烦恼而感到困惑 不安 甚至对我们产生误解 与其如此 倒不如将烦恼埋藏于心 报喜不报忧 当我们分享自己的快乐时 不仅能让自己感到轻松 也能给周围的人带来积极的能量 这并不是逃避 而是一种智慧 知道何时该保持沉默 何时该分享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要一味压抑自己的情感 如果烦恼真的无法承受 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 如心理咨询师 他们有能力提供专业的支持和解决方案 对于朋友和家人 我们可以选择分享那些 不会给他们带来负担的事情 这样既能保持关系的和谐 也能让自己心情舒畅 总之 报喜不报忧是一种生活智慧 懂得在合适的时候选择沉默 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